关于了知识 无论是他饰演的郭靖还是乔峰都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 1979年18岁的黄瑞华考进了香港无限学员训练班 一年后签约无限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年轻时的黄瑞华身材高大 外形俊朗 站在人群中很是突出 但即便是这样 他在无限也只能从龙套演员做起 毕竟在那时候的香港娱乐圈 先天条件好的男演员实在是太多了 随便拎出来一个就是周润发这种的见怪不怪的 不过对于当时的黄瑞华来说 他绝对算得上是运气好的新人了 1981年无限筹拍的电视剧《过客》 因周润发临时无法出演 导致拍摄歌制 不得不重新寻找适合的男演员 在这时曾对黄瑞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无限高层领导 向该剧组的导演推荐了黄瑞华来出演 于是首部男一号大戏就这样诞生了 这部剧上映后收获了不俗的收视率 令名不见经传的黄瑞华 一夜之间成为了香港娱乐圈备受关注的新人男演员 从此受到了无限电视台的重视和力捧 工作机会分支他来 1983年对于22岁的黄瑞华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他出演了后来火遍两岸三地的电视剧 射掉英雄传 这部剧可以说促成了他的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高峰点 令他名利双收 同年无限老板邵以夫亲自下令打造了无限五虎将 里面汇集了包括黄瑞华 刘德华 梁朝伟 苗乔伟 汤振业 五位当红男演员 他们在当时成为了无限最受宠爱的五元大将 受到格外的关照 风光无限 黄瑞华因为当时人气超过另外四位 被港媒称为五虎将之首 但在几年后因为刘德华想转向电影市场发展 萌生了与无限节约的想法 而当时无限又私自给梁朝伟长了片丑 双方成功续约 五虎将的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缝矛盾 最终分崩离析 不复存在了 作为大哥的黄瑞华则一直持着佛妻态度 对外界的名利诱惑并没有太多想法 只要有戏拍 有钱狗吃饭生活就足够了 1997年 黄瑞华的另一部个人代表作出现了 武侠剧天龙八部 或许可以说金庸是黄瑞华的复兴 之前的《帅英雄传》和后来的《天龙八部》 都是由金庸原著改编拍摄 而且同样都成为了剧迷心中的经典佳作 并因此奠定了黄瑞华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戏里黄瑞华是重情重义的武侠英雄 在戏外 黄瑞华依旧是一位有担当的好男人 年轻时候的黄瑞华很受女孩子欢迎 其中张曼玉更是直言 她是我的白马王子 但是其实早在1980年 黄瑞华就与演员梁洁华暗生情愫 脱摸谈起了恋爱 梁洁华也是无限旗下的签约演员 比黄瑞华大一届 算得上是他的前辈了 年轻时的梁洁华非常漂亮 长相很有女人味 身材将好 可惜没有事业运 一直都在跑龙套 两人的感情发展初期还是非常甜蜜的 从小生长在破碎家庭里的黄瑞华 对待男女之情格外的认真 她内心很渴望有一位能够相伴相知的爱人 但随着她成名 走红后 工作拍戏几乎占据了全部时间 与女友聚少离多 两个人的感情开始面临了严峻考验 1984年 在一次日常小矛盾爆发后 正在气头上的梁洁华 一气之下向黄瑞华提出了分手 并且态度决然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 第二年在拍摄杨家将的过程中 女演员公子恩走进了黄瑞华的生活 公子恩比黄瑞华小两岁 长相甜美 当时的港媒并不知道黄瑞华与梁洁华已经分手 还用第三者来称呼公子恩 直到黄瑞华亲自出面澄清事实 才平息了这场三角恋的风波 但这样的尴尬开场 令这段恋情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 公子恩的个人形象 因为恋情受到了严重影响 再加上两人的性格不合 日渐显现 大约一年后 这段恋情便宣告了结束 两人分道扬镳 离开了公子恩后 港媒曾先后报道称 黄瑞华与慧英红邓翠文传出感情绯闻 但事后经过证实 只不过是媒体的捕风桌影罢了 她跟这两位女演员 只是因为有戏合作 却没有发生任何的真情实感 在当时的黄瑞华心里 始终是放不下前女友梁洁华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 黄瑞华决定主动找梁洁华复合 其实此时梁洁华的心里 也想着黄瑞华 对她一直念念不忘 就这样 两个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1988年 两人举办了婚礼正式结婚 婚后没多久 两人的女儿就出生了 可能是受小时候生长环境的影响 婚后的黄瑞华比婚前更自律 无论是在片场与念缘对戏相处时 还是面对那些喜爱她女粉丝们 黄瑞华都时刻注意自己的已婚身份 与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实在在的气管言 对此黄瑞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开玩笑地说 妻子在剧组安插了眼线 揭示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所以不敢有出格行为 1992年 演艺事业一直没有起色的梁洁华 宣布退出娱乐圈 改做保险生意 并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而黄瑞华在拍摄完天龙八部后 演艺事业迎来了另一个高峰 在这之后 戏约不断 开始频繁地前往外地拍戏出差 经常留下亲女在香港 妻子梁洁华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和女儿 还要兼顾工作 时间一长 关于夫妻两人的婚变传闻 便出现在了八卦杂志上 2000年 有媒体爆出梁洁华和同事关系暧昧 除了两人约会照片还被爆出了两人在车内的亲密照 第二天香港的各大八卦杂志封面上 同时出现了黄瑞华被戴绿帽的丑闻 面对这次绯闻事件 黄瑞华利用一些关系将此事直接压了下去 随着事态愈发严重 两人冷战也是不可避免 正当外界等两人离婚的时候 梁洁华在一次体检中突然查出了血癌 但事后黄瑞华的女儿黄芷晴在媒体前否认自己母亲身患血癌 面对外界的声音 黄瑞华依旧选择在妻子身边不离不弃 为了照顾好妻子 黄瑞华开始彻底减少工作 不再接男一号大戏 只是偶尔去客串演出 为了尽快医好妻子 黄瑞华找到了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为了帮妻子治疗 黄瑞华不惜花掉上千万 而黄瑞华被媒体拍到经常穿着几十块钱的地摊货衣服 对自己可谓是能省则省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宠妻狂魔黄瑞华在面对重病的生父时 却无情地像个陌生人 在梁洁华病后不久 黄瑞华的父亲也并未住院 瘫痪不能自理 但黄瑞华从未去看望 于是黄富就向媒体控诉黄瑞华不孝 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不闻不问 连零钱都没有给过 面对父亲的控诉 黄瑞华只是淡淡地回应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原来父子之间的隔阂很早就有了 年轻时候的黄富不学无术 还极爱蘸花惹草 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黄母身上 整天以泪洗面 最后也被欺病 后来黄母去世后没多久 黄富就将外面女人娶进门 两人还霸占了黄瑞华亲生母亲留下的二十多万的遗产 黄富的所作所为 确实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再加上继母的挑唆 黄瑞华和父亲的关系自然不会好哪里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黄瑞华愿意 竭尽全力救治妻子 也不愿意资助父亲 甚至不愿意去看望她的原因 童年年底 是两人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正在医院陪伴妻子的黄瑞华 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庆祝 与粉丝网友分享自己的喜悦 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后 梁洁华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身体逐渐康复 黄瑞华开始付出街戏工作 一家三口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2018年 梁洁华的白血病突然再度复发 并且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阶段 那段时间出现在镜头前的黄瑞华 异常憔悴 为了照顾妻子 她整个人也瘦了一大圈 但最后还是没有等来好的结果 去年五月 梁洁华还是不敌病魔去世了 在她葬礼上 不少黄瑞华的圈中好友都到场 止哀 包括刘德华 谭永林 而最让现场情有动容的一幕 是黄瑞华亲自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信中字字都流露着夫妻间的真挚情感 读到信的人 能真切体会到了写信人 发自内心的不舍和眷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黄瑞华表示 终生不会再娶 并已埋好了墓地 将来与梁洁华合葬 在妻子葬礼完毕后 黄瑞华甚少出现在镜头前 过上了身居简出的生活 直到近日 她出现在了香港人物 访谈节目单对单中 首次对外讲述了妻子生活的点点滴滴 她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寿命 来换取妻子 能够继续活在世上 可惜一切都再无可能 镜头前的黄瑞华还是有些憔悴 面容无法舒展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阴霾 过上幸福安定的后半生 不要背负太多的悲伤 毕竟人还是要往前看的